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本上在那个时候经历了那个夜晚 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夜晚 我在我的老家 除了看电视之外就是在街头昏 那时候我是对政治对艺术都不是很敏感的一个人 那时候只有19岁 19岁 我在德国我87年就去了 对我影响很大 因为其实89年原来我在欧洲待了两年 看了看我都想回国 就是想觉得欧洲学习 但是因为89学生运动 使我打消这个念头 决定还是在欧洲多待一段时间去学习更多的东西 我在电影学院读书 是最后一年 正在拍毕业作业 我在南京 在南京 我在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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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个旁观者 很羡慕那些大学生 但是我融不进去 特别遗憾 那年是 其实我们那年是 马上就要毕业了 正在准备自己的论文 真正的就是 比较热血的是 刚刚上来的一二年级的学生 但是整个的情绪的感染 包括我们也都参与了 大家都是在 所谓的参与也不是 主要是学校也没法正常上课了 大家都到街上去了 那么我们那个时候也正好在北京 也在北京 所以像整个的这个北京市民的每一个桥落 可能都是说不上你是参与者 还是你正好在哪里 但是碰巧的是那年都在北京 那时候我还小 那时候我觉得我还在读高中 在保肌 其实我觉得刚好土白这种 欲要去了解这个社会 但是又不了解这个社会的社会 高中还没有毕业 五十七岁 我在天安门 在这儿睡觉 那早上半夜 实际上没有睡成觉 因为他就有枪声嘛 这么重要 或者两次我给你 Dingen 种比方 神